那台湾呢 现在从执政党的这个态度来讲 似乎是变成 逐渐的变成一个科技岛 好了 那假设我们所有的传统产业都灭亡 或者就出走 留下高科技产业 但高科技产业这些 如果你二奈米 一奈米 这个用电是不得了的 所以这个中间会吃掉很多的电 但是你绿电 刚才您也讲了 没有生产了这么多 所以这个台湾如果说我们再不用核电 这个就会面临一个能源短缺的 或者用电短缺的危机 除非你电价上升或者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 我觉得台湾现在其实机会大好 一个中美贸易战以后 然后刚才反正你都描述了 现在台湾是有机会 opportunity is there 但是问题是你 2025年你能不能满足这些用电需求 那我觉得这个拼图里面缺的那块还是核能 那有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你就是永和者 我跟你讲我是学地质的 我从两个角度看 一个是从能源供需的角度 第二呢其实我非常看台湾的地质安全 假如我们地质安全不好的话 那你核能就是很危险嘛 所以如果我是执政者 我会特别注意 譬如说我们现在核三厂的地质安全如何 核三厂其实现在发电还很多 两个机组都在 那核四有的人说很不安全 那我们就再来检查一次嘛 它到底安不安全 因为你现在拼图就少这块 然后这块如果来的话 台湾现在所有的机会你就更可以把握 那你是不来的话 你这机会就会流失 我们刚刚讲的现在产业链就是对你碳排放非常要求 你的碳足迹它就是要检查 那所谓的绿电你不要被骗了 你就是说只有风光 风力跟光电是绿电 其实核能因为它没有碳足迹的问题 它碳足迹非常少 所以你真的算起来的话 我觉得企业界工业界都愿意选这个 工业链上这些嗷嗷代补的 包括台积电 他去买卧序的版20年 到今天还没有发一度 如果你今天核能诱额 我觉得台积电又放心很多 那不止台积电对不对 你刚刚讲台大电等等 我们很多嗷嗷代补 都在等政府你赶快做一点决策吧 所以呢这个你讲到的一个关键 就是台湾的就是一个取舍 你台湾一方面你要变成科技岛 但科技然后台湾就变成一个高阶制造中心 是的 但是不管你是要做半导体 或者高阶制造中心 这个都是需要用到电的 那这就牵涉到你的能源政策 那你的能源政策 你就说我不发这个核能的电 所以上面某个阶段到达这个未来啊 台湾就是会有一个危机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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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